所以我学了这么多年 有一点体会 应该是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 听佛讲经说法 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 极乐世界没有时辰 我们进去听经 听余满了 成佛了 就会离开讲堂 所以进入讲堂 我们是凡夫 离开讲堂就成佛了 没有成佛 不会离开讲堂 离开讲堂就毕业了 佛说法不中断 每个听经的人 精神饱满也不会中断 同时很妙来 我们这个自己身体 在阿弥陀佛讲堂 同时能分身 能变化 比如神通吗 能分身 分无量无边身 不是分几个来 干什么 到无量无边住佛刹土 去拜佛去 供佛 供佛是修佛啊 听经是修会 同时可以听 设法一切祝福 讲经说法 一个都不漏 极乐世界的人 有这么好的缘分 有这样大的通力了 我们想不想要 想要 这一生就可以得到 真正发愿 往生极乐世界 我这全都得到了 他真的 究竟圆满菩提 不费力了 极乐世界是保证 成佛的学校 没有一个不成佛的 这个世界是发信徒 是发信神 没有见信的人 见不到 你也找不到 明信 见信 你才会看到 你才会找到他 实际上跟你说呢 他的想 是发信 发信的想法 换句话是 我们今天所谓的 三种现象 他全没有 科学告诉我们 三种现象 物质现象 他没有 精神现象 就是念头 思维 他也没有 自然现象 他也没有 发信里头 没有这三种现象 这三种现象 是阿赖耶里头有的 阿赖耶里面的 自然现象 是夜象 精神现象 是转向 物质现象 物质现象 是境界象 就是阿赖耶的 三系象 转阿赖耶 成 四智菩提 这三种 这三种现象 都没有了 所以 极乐世界 跟自性是一样的 给你是真的 无处不在 无事不在 极乐世界在哪里 就在这里啊 一点没错 我们看不见 放下 七心动念 分别执着 你就见到了 他真有 他不是假的 我们现在这块 这是假有 不是真的 我们把假的当作真的 真的是一无所知 真的被假的障碍了 假的舍掉 真的现象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你要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才晓得 这一次到人间来 真没有白来 深深实实 我们都没搞清楚 机会都错过了 这一事总算搞清楚 搞明白了 机会抓住 再也不会失掉了 一定要知道 这个事情 财色明是谁 假的 七情无欲 全是假的 绝点不能留念 留念就继续搞轮回 不留念了 放下了 你就得生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那阿弥陀佛是老师 今天你看到 观音师之 文殊普贤 弥勒菩萨 都是同学 我们升格了 他们都是阿弥陀佛的学生 我们也是 地位平等 在这边 感谢观看